好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咱们的第三条 就是轻轨交通高架桥梁结构 关于这部分内容 我在咱们的最开始的框架介绍的时候 来说这部分内容不是非常重要 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即可 我们看第一个高架桥梁结构与运行特点 首先轻轨交通列车的运行速度比较快 运行的频率高 维修时间比较短 而且我们输送量比较大 在城市中它的一个运行 它比较稳定 不会说像我们公交车的时候 有的时候堵车它就慢了 在这里轻轨交通 它就这条线 每个时间点都能停站 对吧 这是这个 第二个桥上多铺设无缝的线路 无渣轨道的结构 如这个图所示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这个轨道 在这里 这个现在还没有装轨道的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里有倒船板和轨枕 它是成为一体的 在我们印象之中 我们小时候看电影 什么铁道游击队 那这些轨道 是不是在我们这个木轨枕上 有我们的钢轨 而下边都是碎石 那现在我们对于轻轨来说 都是属于这种无缝铁路 还有这个无渣轨道 那无缝的线路指的是 我们的轨道是无缝的 焊接 然后我们的无渣轨道 指的是我们倒船板的位置 那当然我们国家的这个高铁 也是都基本上是这样的形式 也够了 好 这是这样 那我们再看第三点 高架桥应设有紧急的进出通道 然后防止列车 颠覆的这个轻覆的安全措施 以及在必要的地段设置 防造屏障 还应设有防水排水措施 其实这块没什么多说的 有一个叫做防造屏障 那所谓的防造屏障 我们经常所说叫做生屏障 那这个生屏障的作用 就是我们比如这个轻微铁路 它通过的这个位置 两侧都是大楼 那这个大楼可能是我们居民区生活区 那本身它通过的时候就会有噪音 而且比较大 所以我们在周边设置这个屏障 减少它的噪音 就是几个这个作用 第四个 高架桥大部分采用运用力 或部分运用力混凝土结构 说的是我们这个桥 对吧 那运用力部分运用力混凝土 实际上这块我们在桥梁里 实际上见到很多了 对吧 高架桥上部结构 优先采用运用力混凝土结构 其次才是钢结构 有足够的竖向和横向的刚度 那还是我们的这个上部桥跨结构 运用力 钢筋混凝土 那对于钢结构而言 我们实际上在我们的这种轻轨桥 用的少一些 因为我们本身这个轻轨桥梁里来 来说我们轻轨它本身自重就大 而且它这个车辆也自重比较大 所以在这块 一般使用这种抗压能力和 再加上我们运用力的结构 这块运用力混凝土结构比较多 那对于钢结构而言 相应要略逊于我们这个运用力混凝土结构 就是这一点 那我们再看第六点 高架桥设置降低噪声的这个隔声屏障 也就是刚才所说的 我们这个隔声屏障 如这个图所示 可以看到 我们可以看到周边这不是有楼吗 那轻轨从这过的话 这块相应的隔声屏障 那消除我们这种楼房和防止电磁波干扰等系统 那都应该设置 那噪声啊电磁波啊 还有我们这种遮光都应该考虑到 毕竟你这是一个公共设施 那你这个公共设施要方便公共 那这个也要减少对周边的影响 就这点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第二个 关于高架桥的基本结构 那基本结构主要这么几种形式 倒替型 T型 还有我们的双柱式 以及外形的 从这个外观看 我们这个倒替型 如这个图所示 它比较稳固 一般我们的香良会在这个上面使用 这是我们这种倒替型的 那还有就是我们这种 T型的桥梁 那T型桥梁 我们可以看到上部宽 下部窄 说明它下部的占地比较少 而且相对较为稳定 但是它施工的时候不宜过高 一般多少 8到10米的高度 那还有就是双柱式的 双柱式将会较为稳定 有点像什么 跟我们所说的这种柱式的桥端 是一意思一样的 哎 我们桥端和盖梁 那在这 它可以做的是比较高 而且它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这里我们的这个 盖梁和柱 它这是刚性的连接 它效果也比较好 那一般做的30米以下左右 对吧 那还有就是我们这种外形的 外形的也是下部 占地的比较小 而且上部有这个通风 它相应的风阻就很小 而且我们上边还能可以做相量 相对来说跨度还大一些 对吧 好 这是这块 关于我们的这几种结构形式 了解 那选择题如果问的有哪几种形式 我们知道有刀梯形啊 梯形啊 双柱形啊 还有我们这种外形 OK 是这样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咱们的第四条 也就是城市轨道交通的轨道结构 还是那句话 这部分我们也作为一个了解性的内容 不做重点内容来进行学习 那关于这个轨道组成而言 我们其实这个图展示了很多 有什么呀 有钢轨 有轨枕 还有我们这个倒扎倒床 那以及它涉及到有什么呀 有我们这些倒钉啊 还有这什么东西 这叫防爬器 以及我们这个这边还有防爬器 对吧 防爬轰防爬器 那这个防爬轰指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我们进行车辆运行的时候 由于震动和冲击等造成 我们这里可能会发生松动 造成我们鬼枕它之间发生一位 那在这里有防爬轰 可以阻止它这个进行 那那这里有防爬轰 我们这里还有加固轨道的 有什么防爬器 同样的道理 那关于我们其他的这些 其实我们就很容易理解了 关于我们这个图展示的比较清楚 那我们再看 关于轨道形式选择 那对于轨道就是钢轨啊 那这个钢轨 我们经常有老铁说 这钢轨跟我们的这个公子钢 H金钢差不多呀 其实是不一样的 感觉差不多 我们看实际上它这个钢轨 它上面头大 下面头小 中间有一个复法 对吧 那关于这块 我们以什么来进行一个区分 主要以它一米的重量来进行区分 比如说我们这个六零钢轨 五零钢轨等等 那在这里我们要求 轨道正线及辅助线的这个钢轨 一采用六十公斤 每米的钢轨 也就是它每米的重量是六十公斤 那六十公斤一百二十斤 一米就这么这么沉 对吧 那也可以采用五零钢轨 哎 五十公斤 每米的钢轨 车厂线一采用的是五十公斤的这个钢轨 然后钢轮 钢轨系统 它的一个标准轨距因为1435米 也就是我们这个这个轨道 哎 和这个轨道它中间 高准的轨距一米多 对吧 那这是我们单纯的就这么几个数字性的内容 没有过多的理解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 钢轮钢轨系统正线曲线 应根据列车的运行速度而设置超高 那这个正线和曲线设置超高 超高我们原来在道路上给大家说过 哎 有一边高 有一边低 对吧 那设到一边高一边低的形式 我们看如这个图所示 比如我们这个车辆是进行转弯的 那为了把这个离心力给进行平衡 我们涉及到它的外侧要高一些 内侧低一些 那在这里 这个位置就是它的一个超高 那当然我们这个轨道 它不可能说无尽头的进行行驶 它一定有尽头 那这个尽头为了防止 哎 它到了尽头还听不了 它穿出去怎么办 那在这里我们设置车档 那这个车档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 这个图中涉及到我们这个轻轨 我们的轨道到了尽头了 在这里设置这个车档 那这个车档 它应该能承受15公里每小时的速度的冲击力 那在这里哐当一撞 冲击力能够把它停步 当然在这15公里每小时 那我们想对于他们的高铁 一动不动就300公里每小时 200多公里每小时 有这个车档其实也就没用了 当然对于我们这块到达了我们尽头的时候 实际上车速一定是降下来了 对吧 好 就是这块有这么一个认识 知道说的是什么 当然我们如果干过咱们的这种厂房 钢结构的老铁 也可以看到 哎 我们这个钢机构里边这个天车梁 那这个天车梁上面走天车 那天车的梁的端部 是不是为了防止撞墙 我们也会有车档原理是一样的 好 这是这点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第二点 关于不同倒床形式的扣件应符合的规定 那对于这种倒床形式的扣件 主要分为这种弹性分开式弹性部分开式 那具体是什么样的 一会再给大家解释 我们简单先看形式 首先 关于一般的这种整体倒床 还有这种高架的高架桥上的整体倒床 我们一般使用的是弹性分开式 那一般整体倒床有螺栓弹条 无螺栓弹条 那也就是说 在我们这个倒床加固钢尾的这块 是通过螺栓来进行加固 并且有这种弹性的这种钢条来进行压紧 那弹性压钢条压紧 就是为了让它有震动的时候 能够有一定的缓和 那在这里涉及到有螺栓弹条 无螺栓弹条的形式 那还有就是我们涉及到高架上的 有螺栓弹条的小阻力的 那与鬼枕的连接方式 在鬼枕预埋套筒 这是什么 弹性分开式 那再看就是我们的这种 混凝土鬼枕的这种倒床 那我们经常所说 这个倒床经常 哎 倒床是混凝土 整体倒床 那我们的鬼枕 有什么呀 混凝土鬼枕 还有我们原来看电视那种老式的火车 是什么 木鬼枕的 对吧 那对于混凝土鬼枕弹性不分开式 有螺栓弹条 无螺栓弹条的 在鬼枕内预留我们的这个螺栓 或者是铁段 那还有就是木鬼枕的 还有车厂内的整体倒床 还有我们这个检查坑等 那这是弹性分开式 涉及到还是这样 还有罗文道的倒钉的 还有我们这个鬼枕或者是立柱内埋设套管的 那好 我们在这看 关于我刚才所说的弹性不分开式和弹性分开式有什么区域 那对于弹性不分开式指的是什么 指的就是 哎 我们看这是一节钢轨 那这是我们的螺栓 这是我们刚才所说这个弹性弹条 以及这是电板 那下边这是什么 下边这是我们的鬼枕 那可以看到 在这我们这有一个套筒 那通过我们的这个螺栓弹条 还有我们电板 以及这一块 把它直接固定在我们的轨枕上 这叫做弹性不分开式 整体进行固定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弹性分开式 那对于弹性分开式则是 哎 我们涉及到这是我们的轨道 然后这是我们的这个下边电板 那通过需要我们的这拿螺栓和我们的弹条 把它先把钢轨固定在哪 固定在我们的电板上 那好了 固定在电板上之后 接下来电板再通过螺栓固定在哪 固定到我们的轨枕上 这就叫做弹性分开式 那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图 通过这个和下边这个电板 把我们的钢轨固定 然后这个电板又和我们的螺栓和下边的轨枕固定 哎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这就是我们的弹性分开式和弹性不分开式 有这么一个了解行了 在这并非重点内容 我们继续往下看 倒窗和轨枕 那关于倒窗和轨枕而言 我们相应的一些要求 什么短枕式啊 长枕式啊 整体式啊 碎石啊 等等 那对于我们整体式相应 它的一个刚度及稳定性都比较好 对于我们的这种碎石类的这种倒窗 相对它的抗冲击力以及振动效果也比较好 那在这里要求 长度大于100米的这种隧道内的 或隧道外U型结构地段 以及高架桥和大于50米的单体桥地段 以采用短枕式或长枕式的整体倒窗 都可以 当然在这里说的是整体倒窗 那地面正线以采用的是混凝土碎石倒窗 然后基底坚实稳定排水良好的地面站 以可采用整体倒窗 那在这我们说在这个混凝土碎石倒窗 这是正线 地面正线也就是我们整个的一个线路 那比如说我们从这个一个城区到另一个城区 它很长 中间这个正线一般采用这种碎石倒窗比较多 毕竟我们如果都使用整体倒窗 可不可以 完全可以 但是它的成本就高很多 而我们的碎石倒窗也能满足它的要求 成本相对就降低了很多 那第三个 车厂库内内线应采用的是短枕式整体倒窗 地面出入线 以及试车线和库外线 一采用混凝土碎石倒窗 或者是木枕碎石倒窗 相对这些地方并非是长距离运输 我们在这个位置就是一些短距 以及我们这种缓慢行驶的 我们可以采用这种形式 对吧 那我们接下来再看减震的结构 那这个减震结构 刚才所说的什么弹性分开呀 弹性不分开 对吧 那可采用这种无缝线路 说的是轨道 那弹性分开式扣件 是我们的连接件 那整体倒窗或者是碎石倒窗 说的是我们的倒窗板 它的形式 对吧 第二个 线路中心线距离住宅宾馆机关等建筑 小于20米 即穿越地段 亦采用什么 较高的减震的这种轨道结构 也就是说 在这些位置 你如果说震动过大 噪音过大 势必会影响到周边的这种生活环境 所以我们涉及到 使用这种较高减震的 既在一般减震轨道上 基础上采用轨道减震器扣件 或者是弹性短震的整体式扣件 具有其他较高减震性能的轨道形式 具体它说的是啥 也没说啥 就告诉你 实际上在这块 20米以内的这个 以及穿越地段 要让它震动小点 下一个 我们再看 距离医院学校 音乐厅 精密仪器厂 文物保护区 那在这里 以及其他的这种宾馆建筑 小于20米级线路 直接穿越地段 那采用特殊减震 也就是说 这一部分是影响到生活 那这一部分 可能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这些未来 比如说我们的学校 学生们都在学习 对吧 这影响 还有我们这个精密仪器加工的时候 你在这 突然震动很大了 造成我们精度不行了 影响到我们未来的使用了 那还有我们涉及到文物保护单位等等 这都能够理解 是吧 这块就变成了这种 需要什么 特殊减震的 具体怎么特殊减震呢 也没多数 对吧 那一般在这种减震轨道结构上 基础上 那采用是扶植板 那在这里整体道床或者是其他特殊的减震 说白了 就是告诉你重要性 这个重要吧 这个比这还重要 对吧 就是这意思 那接下来我们再看看隔声屏障 那声屏障阻挡它的声音传播 减少对周边的一个影响 那隔离透声 那形式按照降噪的一个功能划分 有这种扩散反射性 吸收弓震性 有缘降 那在这里按照结构类型划分 直立式 折壁式 表面 倾斜式 半封闭式 或全封闭式 按照顶端类型划分 倒LT型 外形 圆弧形 路角形 好了 在这儿并不能给大家一一的展示出这些图片 主要是因为这块我个人认为 它并不是很重要 但是如果考试 这能够考试什么 选择题 如果考的话就考选择题 考在这里 把这个打乱了 让你进行划分 你知道它是按哪个划分 即可 哎 是这块 那 声评障 它是控制噪声 特别是交通噪声的重要措施 通过穿过我们这些居民区啊 高架桥等等 涉及到我们安装这个声评障 实现了其他降噪手段 不能代替的这种效果 我们看 它的形式有很多 对吧 这都是我们的歌声评障 好 这是这一点 那说到这里 实际上就把咱们的第一幕 关于结构与特点给大家介绍完了 对结构与特点而言 涉及到一共有四条 再加一个我们的质量检查验收内容 重点内容还是我们的第一条和第二条 关于我们的地铁车站和施工方法 我们介绍了 明画法 介绍了盖瓦顺座 逆座和半戏座 以及它的施工流程 我需要大家能够搞清楚 而且它的这个 机坑施工的时候 它的一些结构位置 以及它的一个过程要求 需要清楚 那接下来我们还要给大家说了 关于区间隧道的结构 那区间隧道 也就是两个车站之间 中间这个连通隧道 那这个中间的隧道施工 我们可以采用的是 我们这种前半案法法呀 还有我们的蹲钩法呀 以及我们明画法都可以 当然对于这几种方法施工 相应的要求 它就不一样了 比如我们的这个 喷毛案法 我们施工的原理是什么 十八字方针 对吧 我一直给大家说 关于十八字方针 这是我们喷毛案 瓦法施工的一个核心内容 哎 我们管超前沿途江 短开发强制户 快封闭 勤量测 要大家实实在在的 记住这个点之后 我们去理解这个过程 我们就会想到 哎 我们超前的小刀管啊 我们进行出支的时候 进行钢拱架 施工 喷射 拱净土啊 还有我们当这个出支 满足要求 它不再发生沉落 或稳定的时候 再进行二衬啊 再进行防水 二衬的施工啊 那以及二衬 我们使用模板台车 以及我们进行开挖 和支护结构施工 以及我们涉及到 哎 二四称气施工 从下向上 还是从上向下 我说了这么多一集 那这一集的内容 其实我就是通过 它一个点来进行出的 当你现在已经学完了 我给大家说 喷毛案法 您是否能够想出 我刚才所说这么多一集呢 好 这是这一点 那还有就是 顿构法施工 关于顿构法施工 最开始给大家介绍了 关于它的施工的时候 一个原理 什么是我们的 事发井 什么是我们的接收井 它的过程是 大概什么样的 当然后续 我们专门会给大家 介绍到 顿构法施工的一个过程 以及相应更加细节的内容 那还有就是 两个相对来说 并不是很重要的 我们作为一个了解的 轻轨交通 还有我们的轨道交通 轨道相关的内容 那这一块 我们还是主要是 选择提倾的内容 那以及 我们地铁车站 质量简单验验收 也在这一部分 给大家介绍了 那说到这里 把咱们的第一幕介绍完了 第一幕的内容 其实也是挺多的 我希望大家 还是在理解的基础上 进行相应的学习 那好 这是我们的第一幕内容 关于结构与特点